一月 当代岭南画派的重要代表 中国著名的国画艺术大家 出生于1911年 自幼酷爱美术 青年时期便从事与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建复先生 研习中国画艺术 传统功力十分深厚 918事变以后 他开始用画笔投入到抗日宣传活动之中 先后创造近百幅抗日题材的作画 1939年 年方28岁的关山岳 首次在澳门举办个人画展 展出了他的抗日祖画 轰动港澳 并引起了著名画家叶浅瑜先生的注意 在叶先生的热情帮助下 关山岳紧接着又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 这次展出 引起香港新闻界 艺术界的高度重视 许多报刊都发表了评论文章 称关山岳是岭南画界升起的一颗新星 展览期间 参观者络绎不绝 可谓一鸣惊人 解放后 关山岳一边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一边坚持艺术实践和艺术创作 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美协副主席顾问 他和他的同胞们一起把岭南画拍艺术 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纵观关山岳的作品不难发现 画家是真正坚守了笔墨当随实弹这一心条 从三十年代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 乃至八十至九十年代 反映改革开放政策带给祖国新的繁荣强大 其内容和形式都强烈地散发着不同的时代情形 从幽温深沉到昂扬芬芳 进而苍润洒脱 充满豪情不同的感受 驱使不同的笔墨 营造出不同的意境 这充分说明 关山岳画风的不断变异 适合时代背景更不开 同时与画家本身思想感情 以及主张追求的变化发展都密切相关 岭南画派反对闭门造车 主张面对自然和现实 这一宗旨同样也贯穿了关山岳的整个创作过程 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之际 它的足迹不但踏遍祖国大江南北 而且跨洋越海 远射南亚欧澳 计算起来何止行万里路 从它抗战期间深入 川 汤 钱 滇 甘 陕 珠省 继而战后又漫游南洋各地 至新中国城里 更有机会从长城内外到大河上下 从在北江南到大洋海江去旅行行生 甚至茂蝶 侠林还不辞辛劳的 叹忧物业 几浪击沙 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 极大拓展了画家的创作天地 为它提供了用之不接的创作源泉 正是由于这半个世纪坚持无限的努力 才使它从生活实践中 协取到多种多样的创作题材 并进而提炼升华为 多姿多彩 享誉海内外的艺术经典 关山岳认为 创作没有生活的依据 等于无缘之水 无缘之意 他在创作事件中 也深刻体会到 艺术形式的重心 只有内容和形式 就尽管一名艺术分析 中国话强调 以行写神和行神兼备 是从现实到浪漫 具象到抽象的 他认为优秀传统文化 一定要认真继承 外来的好的 有用的 一定要大胆借鉴 目的都是为了 使中国话得到新的发展 收到有效的影响 关山岳是一位 德高望重的 中国话艺术大家 更是一位美术教育家 早在六十年代初 他就在自己 教学实践的基础上 就有关中国话 基本训练的问题 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他认为 中国话在观摩对象 认识对象和表现对象上 有他自己的传统和规律 和西洋话有所不同 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因此 他提倡摩写 写生 速写 默写的基本训练方法 以达到 五为精勇 扬为中勇 成前起后 继往开来的功力 他的这种严格的 基本训练方法 一时贯彻至今 影响巨大 他的艺术成就 和学术思想 早已为使人注目 并被广为研究 重点介绍 如今 他虽年尽久寻 逃离满天下 但仍默默地耕耘 为祖国艺术事业 贡献自己 毕生的经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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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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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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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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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